我这一款还是一个黑色款的设计 大家可能第一眼觉得看不出什么特殊的工艺 甚至看不出所谓的渐变色设计之类的 但至少大家还是能够看出 它的整个背面非常的光亮 而且极有层次感 光线照过来的时候 其实还是能够看出一些高端手机上才有的工艺的 也就是说 它的背面其实还是狠狠的下了一些功夫的 它在左侧机身部分安排了唯一的两个实体按键 一个是电源键 一个则是音量增减键 极为的减约 机身顶部和底部都有看到扬声器的影子 因此它是一个双扬声器的设计 影音体验应该很不错 此外 底部安排了Type-C的充电口和SIM卡卡槽之类的 这些也不用多说了 接下来我们来开机看一看 直接略过一些设置的过程 就不给大家一一展示了 整个设置过程完成之后 荣耀60 Pro的主题页面给我非常不错的观感 Magic UI系统这几年是越来越成熟了 加上一块不错的屏幕才有这样的效果吧 首次滑屏的体验非常的酸爽 而且原生系统就装了这么多应用 还能保持如此流畅的体验 大家还觉得它的性能不行吗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它的硬件搭载部分 核心硬件方面 荣耀60 Pro搭载的是一颗高通骁龙7785机存器 荣耀选择它其实就是考虑两点 成本和均衡性 功耗更低 调教的更成熟 所以为啥不用它呢 这一次我们就不按照常规的流程去了解这款手机了 我们先来说说它的第一主打部分 也就是影像自拍的部分 这次的荣耀60 Pro 选择了忽生最高的集中挖孔全面屏的设计 我个人觉得它做出这样的选择有两个考虑 一个是考虑美学的设计 第二个则是为了契合它这次极为丰富 而且实用的AI手势自拍玩法方面 所以它的前置摄像头选择的是一颗5000万AI超感知镜头 这应该也是荣耀史上最强大的前置自拍摄像头了吧 搭配高达五种的隔空手势操作之后 相信爱自拍的同学应该可以解手更多的拍照玩法 拍出更多唯美的照片乃至Vlog视频 而后置的影像系统方面 荣耀60 Pro也给出了极大的诚意 两颗瘦大的摄像头分别是一颗以异像素的超清主色 和一颗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注意哦 这两颗摄像头之间还隐藏了一颗200万像素的景深摄像头 它可以帮助我们拍摄出虚化效果更好的人像样张 我很期待这样的后置三色 介绍完主打的影像部分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看向这款手机的屏幕部分 正如我前面说的 这次的荣耀60 Pro在屏幕的视觉效果方面 应该是目前荣耀手机中最好看的 用经验来形容完全没有问题 曲面屏加居中挖孔的设计 让它的第一视觉感非常的好 我这样展示大家可能觉得看不出来具体的效果 所以我给大家放一张它完全吸屏状态下的美照 相信不瞎的话 大家应该能够看出这块屏幕的经验之处了吧 这块屏幕在参数方面不算超极致 但也属于水准之上的搭配 一块6.78英寸的OLED流光四驱屏 分辨率为2652x1200 支持DCI-P3广色域 10.71色以及120Hz的高刷新率都安排上了 而且它还支持动态的智能刷新率 不管日常使用还是游戏的加持 也算是不错的搭配的 充电续航方面 荣耀00PRO支持66W的快充 并配备了一块48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 这样的搭配足够让它的重度续航能力得到保证 爱拍照的你 爱玩游戏的你 再也不用担心它的持续续航能力了 而且即便是在如此大容量的电池加持下 它的机身也保持了足够的纤薄 8.19毫米的机身厚度 以及192克的机身重量 应该很能够说明问题了吧 整个手机的简单开箱就是这些 在我看来 这次的荣耀不仅仅是对荣耀60PRO有非常清楚的定位 而且整个的硬件搭配方面也做到了有张有直 均衡的特点被它发挥到了极致 以这次更加成熟的五种AI手势的拍照玩法为例 虽然不能说这是荣耀的首创 但它确实在荣耀60PRO身上表现得更加的成熟而且实用 尤其是喜欢用手机制作VLOG视频的同学 有了这些玩法之后 相信你拍摄视频时将变得充容许多 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 每次拍摄VLOG时需要快速的按下录制键 还得重新跑回原地做动作 麻烦不说 而且还容易出错 最终需要重复拍很多遍 才能够完美的把视频做出来 后置影像部分 其实不仅仅是增加了辨识度 提升了解释力之类的 其实也可以搭配上面提到的AI手势 拍出更加完美的样张或者视频 提升我们的创作能力 整管手机优点和缺点非常明显 但是它定位清晰 与均衡的性能出色的影像系统和丰富多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